上一段片我們就介紹過血液Blood 經過Centrophil離心之後 其實可以分為兩層Plasma和Blood cells 上一段片我們就介紹過Plasma裡面有什麼成份 如果忘記的話可以看上一段片 而這段片我們最主要介紹佔45%的Blood cells 即是下面的部分 而Blood cells其實有三種 包括紅色的Red cells 以及抹氧顏色的Red cells和Blood cells 既然Red cells是紅色的 所以我們去顯微鏡觀察的時候 我們直接滴一滴血出來 不需要掩飾 那就已經可以觀察到它們了 如果我們以往觀察到 把血液滴在Slide那裡 再測試Cover Sleep 然後就可以放入顯微鏡裡面去看 不知道大家是否用顯微鏡的步驟呢 那用顯微鏡的話呢 我們記得會是由Low Power 才去到High Power的 那換句說話來說 一開始的放大率呢 好像現在這樣 不是很大的 那我們看到其實它在動的 因為始終它還沒停 那血液始終是會動的 有些原因在那裡 那另外呢 我們如果這樣看呢 其實不太看得清裡面有些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會再放大一點點了 那當放大一點點的時候 大家在這裡會看到很多顆粒的Cels 那現在我們唯一看到的呢 全部都是Red Blood Cels 為什麼呢 因為它原本就有顏色 即使我們沒有幫它掩飾 情況下呢 我都能夠見到它們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它 比較特別的形狀呢 那如果呢 其實我們這次在這裡看的時候呢 我們會看到有不同的顏色的細胞 那如果我們這次去看的時候呢 其實 剛剛那段影片 我們看不到Blood Platinum Red Cels 那但是呢 其實會有在裡面 那左邊那幅圖呢 就是用一個Light Microscope 拍出來的Photo Micrograph 那換句說話來說 就是用光學見美鏡的情況下看到的 那而右邊這幅圖呢 就是用一個Electron Micrograph去看 那當然再放大了一千三百倍呢 那所以各樣東西看得比較特別的 那我們留意一下 這個Red Blood Cels 有什麼特別的呢 那其實Red Blood Cels呢 它最主要的用途是用來 用來 carry oxygen 那但是Red Blood Cels它自己 是不可以 carry oxygen的 它是carry oxygen by Hemoglobin 那就是裡面一些紅色的色素 那所以大家在右下方 在左下方的圖都會見到呢 其實在Rubber Cels裡面呢 一個Cel membrane裡面呢 裝住了很多的Hemoglobin 那而Hemoglobin呢 其實就是負責用來 carry oxygen的了 那當是黏住了Hemoglobin的時候呢 那就會變成一個bright red的顏色 所以給鮮血呢 是特別鮮紅的 但是如果它的oxygen content 是比較少一些的時候呢 那它的顏色就暗紅色 Dim red 而Hemoglobin它其中一個可以 幫手運到oxygen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其實它呢 是有很多Hem group 組成的 而這些Hem group呢 其實是需要鐵質作為主要成分 大家可以想想啦 如果我們今次是沒有了些鐵質 譬如一個人是缺乏鐵質的話 那它製造不到Hemoglobin 那它製造不到Hemoglobin的話 那它就不能夠帶氧的了 那所以我們就說這些人呢 通常我們叫做一個疾病 叫做貧血 anemia 因為它的紅血球數量呢 是特別少一些的 那既然它不夠oxygen的時候呢 那我的腦很需要不少oxygen的 那我的人很容易就會覺得很累啊 甚至乎呢 它會faint easily 即是會暈倒的很容易 那這一個呢 就是貧血了 那除了貧血之外呢 我們也要留意一下 既然Hemoglobin是這麼正的話 幫我們carry oxygen 我會盡量呢 都想在這個repet cell裡面 裝多些少的Hemoglobin 那可以怎樣做呢 原來repet cells有點特別的 repet cells呢 剛才看過了 原來它是沒有nucleus的 那為什麼它沒有nucleus呢 因為呢 當它成熟之後呢 那個nucleus慢慢消失的話呢 那它就有更加多的空間 可以裝更加多的Hemoglobin 從而呢 令它carry more oxygen 那所以這一個呢 都是repet cells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來的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repet cells 就是所有生物都是這樣呢 又不是的 那這個是人類其中 一個比較特別一些的特徵來的 那另外呢 大家看了這麼久 不知道你覺不覺 repet cells 跟我們中一的時候 學過的animal cells 除了沒有nucleus之外呢 在形狀上都很不同的 我們這個形狀呢 給一點點留意一下 留意到它兩面呢 都是粒了下去的 那這個呢 我們叫做biconcave disc shape 雙粒圈盤形 啊其實這樣做 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surface area會大了 那surface area大了的時候呢 做gas exchange的速度呢 都會快些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效地 更快地提供oxygen 給身體細胞 還有時間地呢 亦都可以 拿走少少的carbon dioxide 那我們又認識一個疾病了 那大家留意一下 左手邊幅圖呢 是看到一個健康的repet cells 右手邊幅圖 是看到一個不健康的repet cells 你看到的時候 留意一下左邊和右邊 哪一邊的形狀是正常 哪一邊是不正常呢 那我們看到左手邊 是一個biconcave disc來的 所以是正常的形狀來的 而右手邊的surface area 相對是小一點的 那所以呢 它們進行gas exchange的速度 和效能呢 都比較低 所以這個呢 都是其中一種的頻血症來的 那我們現在呢 做repet cells的總結 如果repet cells的時候呢 首先我們留意一下形狀 那個形狀是biconcave disc shape 我們看到頭尾雙粒的 那然後呢 它是有顏色的 它是紅色 因為我們有hemoglobin 而hemoglobin呢 是需要鐵質幫手做出來的 那如果hemoglobin 可以黏到oxygen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carry oxygen 而repet cells呢 當它mature了的時候呢 就不會再有nucleus的了 那repet cells哪裏做出來的呢 由我們的bomb marrow 骨水負責製作出來 而repet cells 由於它沒有nucleus的關係呢 所以都幾短命下的 那短命到呢 可能120日就死了 而死完之後呢 就是用肌和splein 去break down它們 那其中一部分的repet cells呢 就會變成為bio裡面的bio pigment 那經過糞便呢 排出身體 那因為身體上面呢 正常水平來說呢 原來應該有5.45minion的repet cells的 大家要想一下啦 如果有一個人 他repet cells的水平 是比正常少很多的時候 其實他有什麼徵狀 怎樣可以看得出來呢 原來呢 我們看一看的話會見到 上面那張圖 上面那隻手呢 其實就是一個有病的人了 你看到他的手是沒有那麼紅色的 就是因為他少點repet cells 那這些呢 都有些貧血的症狀之一來的 那就是他repet cells的數目呢 比正常人少 那可能會頭痛啊 覺得很容易累啊 很容易頭暈啊 很難集中啊 他臉青青啊 那這些呢 都是屬於 貧血的特徵來的 因爲他repet cells的數目不夠 carry oxygen的能力比較弱 眼色看上去都比較淺色 另一個常見的檢查呢 就是檢查他的眼睛 那拉拉的眼皮下來看一看 我們見到呢 這個正常人來說 應該滿佈鮮紅色的血管的 那但若是說一個缺乏鐵質 又或者有貧血的人呢 他正眼就不太正常了 那另外都會見到呢 其他不同的測試 那總之有關repet cells 如果他缺乏的話 我們簡單的說 就叫做anemia 那換句話來說 他carry oxygen的能力就會比較弱 如果影響到頭 腦部的話 甚至會feel weak 和會faint easily 我會聽